好,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就是让你的小猫可以像我们打电动时候 假设他是飞机 那他就可以让上下移动 那上下移动呢 是根据你去转那个旋钮 转那个旋钮的位置做上下移动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知道你的相对的位置 那如果你是要上下移动的话 我们要看的是歪 歪轴 那最上面是180,最下面是负的180,中间是0 所以请你告诉我,他的变化的范围有多大 200次,然后180到负180 负180到180,总共的范围有多大 360,对不对 好,来,请你看一下黑板,来看这边 黑板 刚刚他那个萤幕的范围是从负的180到震的180 对不对 总共有360的范围 那可是刚刚我们转那个一开始测试那个旋钮的时候 他的范围从哪里到哪里 0到1023 其实这个这样 这个范围有多大 并就保全 范围有多大 1023 1023 好,那我现在,我去转那个旋钮 我希望小猫要跟着移动 那移动的范围是这里到这里 这两个数字有没有很明显不一样 那你怎么样把这个数字变成这里 怎么样做 要不要等比例缩小 你看这个大嘛,这个小嘛 对不对 所以你是不是要等比例缩小 对不对 好,那我们如果用概算就好 不要算那么准 不要算得那么精准 那这个差不多是1000 这个差不多是300或400或350 随便 我们用比较好算的 假设 假设这个是1000 这个是300的话 那这两个大概差几倍 300 差3倍 差3倍 对 所以如果我把它除以3 我算到几倍 把这个数字除以3 好,各位我们把它缩小三倍 除以3 除以3 这个0除以3还是0 对不对 那这1023除以3大约多少 40 340 340左右 对不对 是吗 随便啦 340左右 我们不用算那么准 我们都概算而已 好,概算 所以这个范围就会从0变到340 那可是问题来了 虽然我现在移动的范围差不多了 都是360左右 那可是呢 这个位置是负的180 这个位置是正的180 可是我这个数字是0跟340 我要怎么样 让它 从这里变到这里 本来是0到340 现在要变成 0到340 现在要变成下拉 要把它拉下来 用减的 对不对 拉下来用减的 对不对 我们把它叫做位移 就是把位置移过来 所以要减掉 那减大概多少 减多少 都差不多 我们用概算就好 这个数字除以2 17 17 所以我把它减掉170 它的范围 就会从0减掉170 多少 是不是负的170 负的170 那这个340 减掉170 是不是170 那所以它就会变成 从负的170 到正的170 是不是跟这个很接近 嗯 所以我们要把一个数字 这么大的范围的数字 要变成 它的荧幕范围里面的数字 我们要先做缩放 对不对 对 如果太小 要变大 就要放大 就乘 对不对 那要移位置呢 往下拉就用减的 往上拉就用加的 好 所以我们等一下 这个数字 先除以3 再减掉170 应该就会再 落在那个范围 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懂 所以好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要让它做上下的移动 那上下的移动是变动歪的位置吗 所以好 我们这个 这个刚刚这个就不要了 这个只是测试用的 我把它丢掉 好 那 小猫的动作里面 我要让它上下移动的话 这里有一个设定歪坐标 有看到吗 有 设定歪坐标在哪里 好 那这个坐标呢 那如果我刚刚直接把这个数字 拉过来 这个是0到1023 然后我直接去让它直接跑的话 我用重复执行 让它一直小猫一直移动到这个位置的话 那当我点绿旗的时候 然后 小猫 200多就已经在顶了 对不对 超过180了 所以它已经卡在上面了 所以 不管我再怎么样往右边转 数字越来越大 1023 它一样卡在上面 因为已经到顶了 那如果我往下 往左边转 你看 数字低于180 它就会开始往下移动 有没有看到 会跑到0 最多也只到0 因为你还没做调整 所以它最小就是到0 最大到1023 那它就会卡在上面 所以这个原来的位置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要做速度的调整 那所以根据刚刚讲的 我就把它缩小三倍 所以我把这个数字拿出来 把它缩小 缩小先除 除以3 除完3之后 我再减掉170 所以你要拿减号出来 把这个除完的放在前面 然后后面170 好 这整个运算完的数字 再放进位置的调整 好 来看一下 好 它现在1023在最上面 然后我稍微转一下 有没有 900多 它其实除出来就剩100多了 你看 有没有 它就可以在整个上下的范围里面 做运动 有看到吗 就刚刚好那个范围差不多 那如果你要精算的话 你就 如果你要精确的计算 我们是这样子 如果你要精确的计算 你就要先 这个数字要先除以1023 然后乘上这里的范围360 好 然后再减掉往下移了180 这样子就会比较精确 但是我们不用做那么精确没关系 好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达到 达到你要让这个小猫 再负180到这180中间做移动 所以如果你想象 它是一个飞机射击游戏 那你现在动这个旋钮 它就可以控制飞机的上下 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再加上刚刚的按按键 有没有看到 飞机那个子弹就射出去了 有没有 这个就是飞机射击游戏的基础 来麻烦你处理一下